我自己修学六十年 生云生云有这个体会 所以看了极乐世界庄严的时候 无比的欢喜 这六十年怎么成就的 天天训练 每一天不间断 比起极乐世界差远了 我们天天训练 非常简短 西方极乐世界训练不间断 我们这边 不称心不如意的事情都 古人说的话都不错 人生在世 不如意四长八九啊 舍之八九不如意 真正如意让你欢喜的 舍分之一二 你说世间人多可怜 我们在这么长时间修学过程当中 实在讲 实在讲 会让你生烦恼啊 不过严重的烦恼没有 轻易 久悟的快 一久悟 烦恼就没有 最快的方法呢 读记 跟大家分享 这什么忧虑烦恼啊 一扫二扣 所以古人有这么说法 最好的学习 就是讲究 我对这个声音有体会 这一句话我肯定 我同意 真的不是讲究 我这个路 张家道是教的 李宾南老师促成的 这个路就走对了 确实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对老师的恩德 永远记忆 永远不忘 七阴 这什么原因 极乐世界这么美好 什么原因 断在彼佛 彼佛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真的究竟的果 妙求也 所以这是果的 阿弥陀佛 果上的功德 为神 本月 满足 明了 究竟 全是果的 加持 极乐世界 不是偶然 极乐世界 值得去 值得去往生 值得在那个地方 安定下来 修行成佛 这是有道理的 阿弥陀佛 因地 法院 无戒 修行 将四十八月 运运都兑现 运运都圆满了 这个太稀有了 太难得了 加持 给一切 使佛 想成无伤道的人 你有这个愿望 阿弥陀佛 真帮助你 真能买你的愿 在一生当中 成就 我会等待你 再来你 我会等你 再来你 咱们 我会等你 我就会等你 明镜需要 你 感谢观看